国际学校附近想要买到占地500平方的一个小区以内 带泳池带花园的大别墅 其实200万人民币可选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可是你看我身后小区内部环境的一个小别墅 它几乎拎包入住 家具家人全配 包括大泳池 什么都给你弄好了 也只要200万人民币 真的是极便宜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这套房子怎么样 如果你也想要再带家人来泰国生活 想要占地有自己的小花园 有自己的泳池 带大院子 想要500个平方 4个房间的 我觉得这个小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是一个老小区 可是老小区里面呢 这几套呢是全新的 现在才刚刚卖出来的 它的价钱几乎就是几年以前的价钱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套房子怎么样 这个位置呢 在Tara国际学校和丽金国际学校中间 它比较靠市区 所以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直接过来的话 从市中心过来 中间海淡过来也就只有20分钟左右 其实从这里我们要去上台摆货也好啊 二十一行站牢也好 也就十几分钟 你看它是上下两层的 二楼带个大阳台 所以我是很喜欢这个小区 当时在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二手房 就旧的那些我们都有卖过 大概也是要到八九百万泰铢 而这一套是全新的 开发商刚刚做完的 你现在买也是直接跟开发商买 这个院子的水的话 刚刚就是撒完药 它过两天就清干净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它里面的装修的一个风格 其实这是很标准的一个现代风格 这边是客厅 餐厅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还可以摆一个 就是我们的工作台什么的 里面这些家具家电呢 几乎都是开发商重新给你配好的 那这几套呢 是开发商的一个尾盘 它刚刚拿出来卖 那因为疫情的三年之前的那些房子就已经卖掉了嘛 疫情三年它就已经停滞了 主体做好了之后 没有去做一个内部的装修 它是最近这段时间才把它收拾了内部装修弄好了 我们就第一时间稍微来看 因为这个小区我非常的熟悉 那这个小区的话 以前他们卖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也卖过了一些 那里面的这些家具家电的话 都是以按照现代的一个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风格去设计的 它一楼的话是有一个房间 一个公寓的洗手间 还有淋浴房 二楼的话是三个房间和大阳台 我们去看一下 不知道你们跟我看了这么多房子之后呢 有没有感受到 其实泰国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旋转楼梯 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吊灯 二楼的话 就是这样中规中矩的三个房间 但是呢 它这个开发商因为它的房子的主体建造的比较早 你看它这些都还是还 对面的这几套都还没有完成里面的装修 这一套是样板间 它因为建的比较早 它以前的材料和地价相当比较便宜 所以你在用这个价格在国际学校附近 或者是离市区这么近的小区里面 很难买到像它占地这么大 还有这么大露台的别墅 我看了这么多别墅 其实 我真的觉得在200万的性价比上面来说 其实这个应该是三年以前的价钱了 然后因为这是开发商以前就做好的主体 然后现在才收拾做软装再卖出来 所以它价格是几乎没怎么涨的 我现在看一下它里面的那个家具家电啊 这是一个主卧 主卧的话这边还有一个衣帽间 这边是移上来的通主卧的房间 进门的话这边是衣帽间 然后床还有它的洗手间 房间的话都非常的大 我们现在是二楼的话 你看里面这是没有开灯的状态 采光也是非常好的 你在泰国不用担心采光的问题 它的日照是很强的 其实你应该担心这个房子够不够凉快 我们现在是没有在开空调的一个状态 你看空调都是关上的 一楼是化石砖空调 二楼是这种安静的分体式空调 现在是完全没有开空调的状态 你看它的层高也够高 空气也够空透 所以呢我现在没有感觉到很热 这是一个次卧 它的次卧 两个次卧的话 房间都是非常的大的 你看这边的话 再摆一个书桌或者是摆一个办公台 或者是一些放一些书柜啊什么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这是它的一个次卧里面 都带了一个换衣室和淋浴房洗手间 这应该不算是主卧吧 因为主卧的话是刚才那个直通大阳台的主卧 所以其实它几个房间其实都很大 没有说是哪个房间是特别的主卧 你看这个次卧也是非常的大的 应该这个进门的右手边的这个房间是主卧 因为它房间的那个尺寸稍微来说会比它们稍微大一些 这个小区的话它是一个开发商的 就是还有在卖几套 对面的几套也是在卖的 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要满间可以卖 然后也有一些可以预订 它可以分几个月慢慢的给完全款 所以这个是买新房的一个好处 这个房子呢每一个房间都是带洗手间的 应该是四房四位 再加一个超大的露台 这个露台上你可以在这边放烧烤的炉子啊 包括一楼也可以放烧烤炉子 因为它的院子真的很大 泳池也够大 你看它的泳池 几乎是十几米的泳池 你们在视频里面可能感觉不到啊 但它这个院子和这个大小才卖两百万人民币 我觉得是非常的划算了 如果你也是想带家人老人孩子来这边养老 长期居住的话 一定要选择这种带小区的 带小区的话 如果你的地理就是占地要到五百平方以上的话 其实预算要到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可是这一套的预算只需要两百多万 两百二两百五之间 就是看尺寸大小会有点小小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在两百万左右 然后你也想占地五百平方 真正适合自己住 有院子 有花园 有泳池的话 这一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让你喜欢这套别墅呢 欢迎各位留言哦